唐州林安的小黄反映,他最近从网上买了一双球鞋,拿到手之后觉得这双鞋被人穿过。 小黄是一名大学生,喜欢收集球鞋,偶尔也转卖,挣点零花钱。 11月8号,他从独平台上买了一双耐克蓝丝绸球鞋,花了4189块钱。 收到鞋子之后,小黄还特地拍了一个开箱视频,他说,之后仔细看了看鞋子,发现不对劲。 小黄手上还有一双同款的鞋子,说是以原价1000块钱。 799块钱买来的。 还是比如说这个地方,他这个是没有折痕的,就你怎么按,他这里也不会出现就特别凹下去的那块部分。 记者摸了摸两双鞋对比了一下,独平台上买的这双鞋,在小黄说的两个部分,摸上去感觉是要粗糙一些。 全新的是4000,然后这个有折痕相当于是二手,比如说如果你穿一遍,或者一到两遍,大概折损会达到600700左右。 小黄说,这双鞋是从个人卖家手上买的,但自己无法联系对方,只能和独平台的客服沟通。 我这边有查看了一下您给到战线客服的一个图片,因为根据您所说的这个对比图,因为图片上确实没有办法一眼就分辨得出您所说的这个问题。 客服表示,他们的处理方案是建议小黄转售,并给他150块钱的优惠券。 记者也联系了独平台公关部,但还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。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。